肩甲苍苍 白露为霜 所谓依然在水一方 这是诗经里的名句 肩甲就是芦苇 这千古家具 为楼花平添了几倍浪漫与诗意 纵然一夜风吹去 只在楼花浅水边 最爱楼花金与浩 一捧烟筒伴于船 这一株株千千芦苇 一树树洋去楼花 走进了多少买力的深海内 醉倒了多少善感的纹然莫刻 洁白的楼花 一团团一簇簇 像飞雪 像羽毛 丝丝续续的荣花 轻飘漫舞 像一群舞鸡 鹅挪多姿 风奇万种 畅扬称的楼花间 何等的惬意 何等的美好 古代穷人还用楼花 代替棉絮做棉衣 人称鲁一 孝子传里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明子千幼时为后母所苦 冬月里以楼花衣代序 起腹之之欲出后母 子千跪月 母在一子丹 母去三子寒 因此古代鲁衣 也是孝子的标志 漫步在楼花深处 似乎找到了心灵 归处的感觉 一片片洁白的楼花 七美而又坚定地绽放着 它是世间最单纯的花色 它能够干于淡薄和寂寞 它的闲诗 从容 甜淡 无声地绽放着自己 独特的美丽 为萧瑟的深秋 平添了一抹感动